我就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它就是指名道姓 特别指出来用简体中文 不得在中国 首先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中国 为了留住证据啊 我特地从一万公里以外的英国 带回来了这瓶一云的水 这个上面看到没有 最后一句用简体中文 写的该包装不得在中国 新加坡、菲律宾以及其他亚洲国家销售 它实际上是翻译的整段英文介绍的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是 The packaging cannot be sold in China, Singapore, Philippines and other Asia countries 它的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意思啊 就是该包装不得在中国、新加坡、菲律宾以及其他亚洲国家销售 它既然这样说是其他亚洲国家 它怎么就不用韩文、不用日文、不用马来文、不用泰文 偏偏只用了简体的中文写了这么一句话 这个一云的水啊 在我们中国好像是贵族的水 卖得很贵 然后在欧洲其实它就是一个最普通的水 卖得也很便宜 但是它这个注法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亚洲国家都得去呢 你怎么偏偏就用这个简体中文来写这么一句话 在最后 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我在英国住酒店的时候 从超市里面买了一些水和食品回来吃 我吃着吃着突然之间发现 在这个一云的水上面怎么有一句简体中文呢 就是很奇怪啊 就全部都是英文的 然后突然之间冒出一句简体中文 我一看 这不就是有点歧视性的意思在里面吗 然后不得在亚洲 不得在中国这个销售 我不知道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就刚才不是拍视频 突然之间 一个发现了个新大陆 我刚才不是说这个一云吗 是英国买的这个一云吗 这一云这么大1.5升 只要一块8英镑也就十几块钱人民币 在国内一个小瓶都得七八块十几块的 然后突然之间发现 这里有一排用中文写的字 看是包装不为欧洲以外的长途运输设计 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他这个包装不能运到欧洲以外去 欧洲以外应该是买不到这样的一云的 这个我觉得就好奇怪啊 他还是专门用中文呢 专门用中文 然后用了这么一排字 这个上面的都是英文呢 也不是说有什么法文呢 俄文德文什么的 他这个上面全是英文 下面就唯独用了一排的这个中文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我今天才突然之间发现 来了几天呢 买了好几瓶义云了 国内没有大瓶的义云好像是 这个好奇怪 这些是当然是没有 这个是什么牌子都不知道 就这个义云上面就有 专门的一排中文 唯独就只有这个中文 没有什么日文韩文呢 真的是好奇葩 不知道什么意思 现在我们是到了欧盟国家爱尔兰了 然后看这个义云嘛 又发现了一排 一排那个中文字幕啊 中文字啊 这个中文字倒是和 伦敦的不一样 和英国伦敦的不一样 你看 该包装不得在中国 新加坡 菲律宾 以及其他亚洲国家销售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啊 伦敦的是 该包装不不适用于在欧洲以外的国家 什么阅书 并且都是用的简体中文啊 英国那个吧 他虽然也是用的简体中文 但是他写的是欧洲以外的区域 但是到了爱尔兰 欧盟国家来了以后 他就是指名道姓 特别指出来用简体中文 不得在中国 首先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中国 新加坡 菲律宾 其他亚洲 特指的就是亚洲 最主要的是中国 我就真的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太敏感了 还是 它确实是有其他的意思啊 你说亚洲国家 亚洲国家都得去呢 这么多文字 什么越南文 泰文 马来文 印尼文 日文 韩文 印第语 各种各样的蒙古文 是吧 你怎么就偏偏用的是简体中文 再说我们中文还有繁体呢 是不是 你偏偏就用的简体中文 是不是我太敏感了 是不是他一有熟知 我真不确定 这种伊云的水啊 在欧洲这边 真的可能就是最垃圾的水 反正就是最便宜的 这么大一桶 也是一块多钱 在英国也是一块多 在欧洲也是 在欧盟国家也是一块多欧元 在英国是一块多英镑 我们中国的话 那这个水都是高档水 是不是 我们中国啊 就是这个伊云的水 就是高档水 欧洲禁国啊 被是瑞士雪山啥的 说的神乎其神吗 那国内中国那么多坑沦山 长白山 那些水不够好吗 不要合一元旧高档上了 我靠这个相机是什么 会是高档 我刚才好像这么张式的 我那个手不张的 赵素雷是什么玩意儿 现在是在这里 在爱尔兰啊 在这个里坐火车 等火车 看 穿三件衣服了 要 在这边等火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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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